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爬梯可以直接上到车辆的顶部 车辆顶部是带有太阳灯bot 可以进行一些维护的操作 车尾整个是一个室外的厨房了 灯它是一款燃油灶 可以直接接到油箱的 而且是明火的燃油灶 妈携币里面都可以放置厨房的用具 现在还可以直接在上做水 这个位置后期可以选装一台点鸽机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置物的分板 上方呢还带有遮阳棚啊 在露营的时候呢可以打开 整个驾驶室视野呢还是非常宽敞的啊 你看前风挡玻璃也特别的大 这双车呢动力系统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呢是6速自动挡变速箱 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 最大的扭矩呢是375牛米 旋扭式的换挡啊 以及中间的中控屏呢 还是和我们现在很多小轿车上比较类似的 中间这里呢还是一个扶手椅啊 可以放两个茶杯 这可以放一些物品 当然了还可以作为临时的一个座椅试用 驾驶上方呢是一张超大的额头床 而且采用的是抽拉的形式 它整个尺寸呢可以达到2米26x1米8 我觉得2到3个人在这儿睡也没有问题 而且它头顶的空间啊还是比较充裕的 平常在行车过程中啊 最多可以乘坐4个人 驻车以后呢大家可以完全围坐在一起 这款车呢还是一款啊 合载6人的车型 沙发座椅啊是可以变成一张单人床的 满足一个人休息啊是没有问题的 那上方这里呢都是这种啊 储物的空间 另外一侧呢还带有一台啊 家用空调啊可以有更好的制冷 还带有啊四路监控 可以直接查看车外的情况 车门的上方呢是一下水电表啊 这款车呢的属于系统啊 配有200升的清水箱和120升的灰水箱 以及呢3000瓦逆边器600%的锂电 和800瓦太阳灯板 这一侧呢还有一台电视啊 可以直接坐在沙发上观看 一上车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简易厨房啊 因为车外可以炒菜 所以车内呢是制作减餐的 有一个电磁炉 这边是一个洗手盆 下方呢还有双开门冰箱啊 带有冷冻和冷藏的功能 这里面呢全都是啊储物的抽屉 两侧的床铺 是不是有这种酒店标尖的感觉 单独床铺尺寸呢 是1米85乘以85公分 我觉得这个车尾啊 特别适合那种 呃睡觉怕相互打扰的老两口啊 在这车尾睡觉 当然了你如果想把它合并起来的话呢 还可以变成一张大床 尺寸呢就变成1米85乘以2米26了 睡三个人都没有问题 床铺下方这里呢居然隐藏了一台微波炉 上方啊还带有空间非常充裕的储物抽屉啊 可以放一些床上用品 比如啊被褥都可以放到这个抽屉里 真的特别的大 那另外一侧呢是一个带哄洗功能的洗衣机 我们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呢 不仅能把衣服清洗干净啊 还能直接哄干 床下方呢是可以啊 和外侧储物箱相通的 这样拿取物品啊也很方便 上方呢都有非常充分的储物柜 卫生间内的空间呢比较中规中矩啊 带有一台呢直排的马桶 这边还有独立的淋浴喷头可供使用 这款车呢还带有啊 燃油暖风热水一体机 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日常的使用需求 那售价是32.8万元啊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的房车感兴趣呢 欢迎啊持续观众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